中共中央政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在17号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 会见了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斯表示 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到美纯属于偶然事件 并且谴责美方的做法是荒谬至极 王毅指出中国民用的无人飞艇因不可抗力 偏离的航线进入到了美国上空 对于这一偶方的意外事件 本应该要冷静理智和专业来处理 但美方无视于基本事实 在滥用武力过度反应 在渲染炒作这种近乎于西斯底里的做法 显示美方对中国的偏见和物知已经到了荒谬的程度 中央要求美方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 不要再因为国内的政治需要做出这种荒唐无稽的事情